装填弹药开炮 这种乌克兰使用的前苏联火炮 已经高龄快70岁了 依旧是战场主力 这是二战之后研制的M46 轻隐式加农炮 乌军说除了零件老化 转动炮口有些卡卡的之外 拿来打穿俄军的防御攻势 毫不逊色 唯一的硬伤就是130毫米口径 跟北约标准的155毫米弹药 不相容 但是西方的先进装备为数不多 也难以取代老装备 武军最广泛使用的前苏联武器 除了冰雹多管火箭 还有牡丹花自走炮 再加上这款MSTAS自走炮 射程可达29公里 是前线的破防主力 从乌军的影片中也可以看出 手里都是地面装备为主 最缺的还是对空武器 不过现在就传出 美国打算提供乌军的战机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也就是广为人知的AMR AAM 弹头能靠着主动雷达导引 发射之后能持续搜索目标 射程可以远达180公里 换句话说 能躲在俄军的防空范围外 发动超视剧打击 此外路透社还报道 进英国之后美国也打算 提供乌军停诱弹 这种由核燃料的副产品 诱238制成的炮弹弹头 密度是千的1.7倍 能轻易打穿钢板装甲 比常见的金属乌 穿透力又多了20% 但是因为具有放射性跟毒性 可能会污染环境影响人体 因此非常有争议性 只是西方的新军员还没到 乌军确先振钱换降 泽伦斯基宣布 先前争取西方军员有功的 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因为没有办法杜绝 军中的贪腐陋习遭到撤换 有可能会转任驻英大使 接替他的是国家财产基金会 的负责人乌美洛夫 他出身克里米亚的达达民族 在乌俄的重大谈判场合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战时罕见换防长 可能代表国防政策的转变 让乌军头痛的还有前线战况 挡在面前的是 俄军的龙牙震 扎波罗二前线的乌军 用无人机拍下俄军的第二道防线 布满三角锥状的 混泥土反战车路障 交错排列 整排如龙牙而得其名 因为这些路障的间隔很小 装甲坦克难以穿越 硬闯很可能会被卡在 三角锥间变成废铁 只能近距离爆破或是靠推土机来铲除 不过此时乌军的无人机后再度跨境袭击 俄国边境库斯克的联邦安全局的大楼爆炸起火 这里距离核电厂只有四公里 超过一个礼拜以来 乌军至少打击俄军境内的七个地点 平凡的敌后骚扰已经让俄军愤怒之加慢 此时俄军的大动作昭告天下 俗称撒旦二号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正式部署服役 普京卖弄核武威胁的老招数还有用吗 有分析者认为萨尔马特对北约的威胁不高 普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掩盖战场上的难看表现 提问前赞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